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好家好网台,我是Eric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Bayville Hill的community 其实也有留意我们节目可能听过一些介绍附近曾经有卖过的房子或者是一些买卖的价钱 那Bayville Hill就是属于Richmond Hill的region Overall是一个York region Richmond Hill的subcommunity是Bayville Hill Bayville Hill overall是一个高尚一点的 即是贵价一点的 普遍来说入门价都要200万左右 现在去到四五百万 即是有某几间特别大的屋 这个community有什么好呢? 始终是一个贵价地区 治安挺好的 效网很好 而且是很方便 而且特别多是中国人喜欢住的地方 传统其实很多香港人住在这里 现在逐渐是多,可能内地也会多些 例如印度也有些 不过不是很多 主要是中国人为主 而且也有些白人 都会是这个subcommunity 整体内在Richmond Hill 我觉得是一个首选 如果你说是 这个价格的问题 可以是到200万 200多万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适合的选择 可以考虑在Richmond Hill 而且是真的超方便 譬如去买菜 吃东西 有什么entertainment 附近也很方便 是的 而且整体的感觉 它不会像 因为这个区域 都一段时间 都有成二十多三十年 所以可能有些屋 它可能要更新 可能要装修一下 不过好处 因为那段时间建的屋 它们的Lot Size 是比较大的 即地会比较大些 如果你说是新建的 即现在的区 可能还要去北很多 可能去到New Market 或者可能再去北些 就算是新建的 譬如四千多尺的屋 首先价钱不会便宜 其实和这里差不多 而且可能地会少些 而且你始终不是一个很 没有建立的社会 会继续一些 可能是有些 旧的小屋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说是 地区来说 如果是去到二百多万 我觉得你是 即是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 买在Richmond Hill 或者Market 例如说 买一些新建的 新建的 去到New Market 即是北那些 你不知道 它们迟些 会不会是 可以 withstand到这个 这个 price point 所以 如果你说是 要买贵的 那你这个区 其实是很重要 我觉得 如果你说 Bayfield Hills 其实是一个 pretty good conservative approach 起码知道 是一个好区 是一个 pretty Elfloon 的neighborhood within Richmond Hill 如果大家 是有兴趣 想多 知道多些 关于 多人多的 楼市 或者是 Specifically 比如 Bayfield 或者有些什么物业 你可以联络我 Eric 最好的方法 是email我 或者可以 download我们 好家好的app 在Apple App Store 和Google Play 都可以download 多谢大家